在潮山的过程中 藉由三步一拜 也希望能够灭除罪业 长期担任万元寺直视志工的 郑秀珍居士表示 学佛修行前程的忏悔很重要 鼓励大众多参加潮山活动 透过前程的三步一拜 能忏除所有的罪业 我是来参加 明月代祖山万元寺 这个刁山的活动 我的结束 我都在第一站 就是大家针对后来开始要刁山进行 我为他们改正刁刁山的意义 到目的 让他们知道 建成的参加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是环夫 环夫呢 南面环夫心改当 烦恼心改当都会做不对 刚才万元寺 有基盘这个刁山的活动 就是要来让我们做参悔 那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参悔 向佛菩萨参悔 向我们这个 上海过的这个众生参悔 忏悔是作为一个修行人 必须具备的条件 佛经说 罪性本空由心造 心若灭时罪亦亡 如果我们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疑 自我中心的心 全部灭除了 就是烦恼心没有了 便能够生起智慧心 菩提心 正得菩提果 十方新网 黄慧如肖瑞丰 苗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